好那在13.2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小样本的一个实验设计 那在先前不论是我们介绍的实验法或类实验法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large n 的一个实验设计 就是大样本的设计 那在大样本的实验设计的时候 通常我们分析结果的时候 是把受试者的资料求一个平均来看 读变相对异变相是不是有所影响 但是呢在这个小样本的设计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会用这样的策略 因为你的样本非常少 少到有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独特的资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会只把这些资料都求一个平均 然后就来看平均怎么样影响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 small n 的一个实验设计呢 那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有可能就是 今天你关切的这一个族群 它就是非常的稀有 所以你没办法做大样本的一个实验设计 那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会有三种做法 那因为我们样本数很少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而是一个常态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第一种做法会叫做stable baseline 就是我们会先去测量这个人在我们没有介入的时候 他的反应是不是有一个pattern 一个稳定的现象 有了之后呢 我再做一个介入 然后介入后看看这个反应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改变 那像这里他就去看重复附送对于这个字词记忆的影响 那发现当你没有重复附送的时候呢 其实表现是还蛮一致的 那一旦有重复附送之后表现就变好了 那第二个跟这个类似叫做multiple baseline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记录好几个类似的一个行为 然后都记录一段时间在不同时间点去做一个介入 所以这里呢是针对一些强迫行为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矫正 就发现真的在我们不论是哪一种强迫行为 都会随着我的这个矫正行为的介入 而造成行为上的一个改变 那第三种呢是所谓的reversal设计 也就是我今天呢会给予介入 然后会把介入拿走再介入一次 所以我们先看绿色的线 绿色的线就是它面对忧郁的时候的一个 能够应付的一个能力 那baseline之后呢我们介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没有介入的时候又下降 介入的时候又再次上升 所以虽然我们也有稳定记录一段时间 但是透过有介入没介入有介入 然后来看这个介入是不是都会造成改变 那同样的这个橘色的呢也是一样 因为橘色就是它忧郁行为 那也看到它随着介入会下降 没有介入的时候又上升 介入的时候再次下降 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帮助我们探讨 读变相是不是会对于 一变相造成影响 那在小样本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必须非常的谨慎 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没有内部效度 就是没有外部效度 它可能有很好的内部效度 但是没有好的外部效度 甚至如果你不严谨的做研究 可能甚至没有内部效度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那很多比如说像脑伤的研究 就是多数都是小样本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呢 虽然它样本数很少 可是它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对于人的脑的运作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象 那它们后续就可以真的 去带样本的用别的方式来塑造 比如说短暂性的大脑功能上师 来看这个对于行为的影响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去当作研究的第一步 让我们更去知道说 读变相会不会对一变相造成影响 所以小样本研究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比较不建议的是 你是因为时间经费的关系 所以选择只收很少数的样本 那这样就不太好了 而且在小样本研究中 通常会对于样本做比较深入的一个探索 而不是你只是人很少 然后又做很粗浅的一个探索 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小样本研究的一个精神 你最后看下都不好了